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嘉宾主持林宇涛 我们今天会和大家探讨一下 民署准备收张 放宽一些鲜肉 或者鲜鱼的售卖限制 今天会和大家探讨这个议题 我们很高兴请到 两位现场嘉宾和我们一起 探讨这个议题 请到包括文政总署 卫生监督部部长田企阳先生 田先生你好 亦请到文政总署 食物卫生检疫署处长 包自然先生 包先生你好 大家好 两位官员会和我们一起探讨一下 民署准备进一步开放 一个鲜活食品售卖限制的 一些相关议题 欢迎观众朋友继续打 2878-9192 2878-9192 或者通过盈光幕上的网址 或者澳门开港Facebook 或者微信的专业平台 和我们互动交流发表你的意见 在这里我们先看看今天的重点新闻 政府计划今年内推出新的 基层公务人员纾困措施 包括照顾子女和长者的宝座 这个计划已经定了 做完最后的行政手续 就可以正式向低层的公务员推出 公务员是一定不符合要求的才会发的 就不是一个长期的固定的措施 而且有关的开支 在公职福利会那里是支出的 政府计划撤销澳门半岛内 街市服务半径范围的限制 向符合食品安全和卫生条件的店铺 发出售卖鲜鱼和鲜肉的牌照 有关于如果将来在街市之外 售卖鲜肉和鱼的时候 一些卫生条件 其实我们本身民政总署 是有严格的规定 不论是由它的运送 储存和售卖的时候 都是要根据我们相关的规定 我们才会发牌 而且我们会定期和不定期 是会有这个稽查的同事 是进行这个稽查 而确保相关的食品 是能够保证它的质量的 行政长官崔世安 与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会晤 崔世安在会晤之中 希望广东省支持澳门积极 参加一带一路 充分发挥澳门特别行政区 一国两制的基本要素 进一步促进区域合作 在稍后的会议后 可以带来新的金融安排 在稍后的部分财政储备 投入广东省的建设 为回报带来一定的保证 他表示 会议之后 先行先事 尽快投入项目 在取得经验后 进一步增加投入 我们再看今天的片段 我们再看今天的片段 我们再看今天 我们再看今天 我们会和大家探讨一下 民署准备进一步放宽 街市市周边消瘦 的限制 其实回归之初 民署已经取消了 在街市一定的半径范围内 鲜肉和鲜鱼的情况 我们同时也准备了一条 详细的新闻片 可以和大家看看详细的情况 要买新鲜的蔬菜 鲜鱼鲜肉 不用入街市 持下民署有意取消 在街市以外 销售鲜活食品的限制 到时市民不用入街市 都可以买到新鲜的食品 新鲜的蔬菜 鱼肉类 随处可买 到底取消这个限制 是好还是不好呢 取消又意味着些什么呢 开放鲜活市场 对市民大众来说 暂时还未知是好还是不好 但对于在街市里面 摆卖鲜活的小贩 就觉得不好了 小贩们都纷纷表示反对 认为政府此举 不单只难以增加小贩的竞争力 更等同赶着街市的小贩 我们小编出访访问了 融合堂鲜肉行总商会会长 謝树萍先生 和一些肉贩们的意见 来听听他们的心声 在上个星期四 民政总职约了 鲜鱼总会 澳门融合堂 小贩 三鸟 和蔬菜 约五会 只不过去行云国办事处 咨询 咨询 但我们五会同声都反对 他一个说贊成 我们五个说反对 如果做了以比例 多数 少数服从多数 比例计数最好 或者政府想改变小贩 不想澳门有小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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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街市 你把小贩全部批握 不行的 澳国 中澳政府 那时候 所有在街边买的 都要上街市买 他自己的肯定 亦無法反駁 你說衛生問題 最主要是衛生問題 你不應該保障那些東西正式在這裡通訊 你沒有人調查 街市就當作有些東西調查 有些東西調查 閉頭電視都看完了 自己的洪家都監督自己 一眾小販都覺得在街市裡賣鮮肉 都比其他地方更有保證 監管和衛生的情況 都可以令市民安心購買和食用 希望政府不要趕絕他們 市民對這件事又有什麼看法呢 如果有時間就在市場買 沒有就立即市場買 方便自己 沒有什麼問題 最重要是安全一點 政府部門可能可能監管不了 監管不了就出了問題 很嚴重 街市政府監管 一向都是監管開 安全一點就OK 周圍當然不相信 給我都不到處去買 一定有保障 死豬拿出來買 我們怎麼知道 靠你們去檢驗 有市民覺得方便 價錢合理就可以了 也有市民擔心開放之後 監管的問題會受到影響 取消在街市以外 銷售鮮活食品的限制 牽涉到重大的食用安全和衛生問題 如果開放以後會有什麼問題 當局有什麼監管的措施呢 市民又怎麼看開放鮮活市場 我們在片段裏面都看到 相反和市民的一些意見 相反似乎很擔心生意會受到影響 甚至乎會被大型超市趕絕 市民亦有兩邊的意見 有些說沒有所謂一多的選擇 有些亦說會不會擔心 在街上買到的鮮活食品 或者鮮肉或者魚 會不會是未受檢疫 或者會有死豬 或者這些情況 其實都想請教兩位官員 我們去看看其實我們相關的限制是怎樣呢 一個半徑原來是多少 或者究竟是不是街市有不同的半徑 大概的情況是多少 什麼時候開始的 還有其實應該是之前幾年都取消了一個菜 其實現在進一步就希望開放鮮肉和魚 可能雞還會保持在特定的地點賣 包括街市或者很多年的雞檔 具體的情況究竟是怎樣呢 會不會有評估過其實對街市的生意 會有什麼影響 會有什麼衝擊 或者不可逆的衝擊呢 多謝主持人 我首先講講覆蓋範圍 其實覆蓋範圍不同街市有不同的半徑 譬如說台山街市和雀仔園街市 就是半徑的300米 如果下環街市就是半徑的400米 洪街市、沙尼陀街市 即水上街市和營地街市是500米 而去到右看街市就是600米半徑的範圍 在這個範圍裡面 現在其實已經可以有零售的菜 這個零售菜的開放 其實在2001年已經有這件事 為什麼我們會要去開放這件事呢 因為近這10年 其實澳門社會的發展是很迅速 市民的生活模式也大大改變了 因此我們需要提供不同的渠道 供應這些師母食品 而最主要是用來滿足不同的上班時間 因為很多商職家庭 他們買送方面的確是有這個需要的 另外亦希望市民在選擇那裏更加多 我們相信這件事是對市民是最有利的 其實看上去 原來剛才我拿部長說 可能都是因應街市規模 由300至600米一等 其實看上去 今次上一步會開放鮮肉和鮮魚 其實會不會擔心到 其實對街市會有什麼影響 剛才說的我也理解的 可能真的會居民多了選擇的 其實有沒有評估過 其實據我了解 現在是不是都會有一些店舖 在一些半徑範圍之外 即是都不受這個條例限制的 其實他們的經營情況是怎樣的 數量各方面 其實進一步開放了 取消了半徑之後 會有什麼變化呢部長 其實來說 現在已經是有 賣魚或者賣肉的經營者 是在這個半徑範圍之外的 或者稍後詳細一點可以交流 處長介紹 在這方面其實我們是有一個 系統性的監管的 至於說如果想說 對街市會不會帶來一些衝擊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現在我們給街市 即是政府很支援街市的經營者 除了是免租 包括街市譬如是公用電 水、清潔、保安、維修等等 其實都是政府全部支付的 另外就是譬如說 好像運送朱石那樣 朱石的運送 其實這個運輸費用 其實都是由政府支付的 基本上其實攤販 只需要買貨 在自己的攤貨去售賣 是會有一定的競爭力 而且我很相信 街市本身是有一個凝聚力 正如剛才片段都說 有些居民 都是老主顧 是會去光顧的 我在這方面就是覺得是這樣的 明白 署長想請教 其實現在具體上 即是有多少魚肉檔 監管又是怎樣 剛才居民也有擔心 即是質量各方面 會不會是怎樣監管 怎樣確保到 和街市都有相同的 一個品質質量安全標準 不好意思 或者我解釋一下 其實現時我們在街上 都有不同的店鋪 都有發牌的 尤其是魚檔 鮮肉檔 即是賣鮮肉的地點 其實在魚的 我們大概有八間 正在營運 全老闆 即是包括來 包括來 包括在半徑發埋以外 亦有些是肚子 之後就在鮮肉那裡 也有七間超市 其實現時是有賣鮮肉 鮮豬肉 那種情況就是 其實我們在發牌當中 其實我們已經是一個 系統性的發牌 其實發牌就是 我們有發牌給菜 肉 有發牌給魚鑊 那在發牌過程 不同的品種 其實是會有 它的要求的 但是走不開 其實是發牌規章 裏頭所特定 某些情況 那在發牌的狀況下 如果涉及了 半徑範圍 那當然 因為規章 即發不到牌 發得到牌的狀況就是 一定是會有需要 是看回 因為申請發牌 我們會組成委員會 我們民主內 會組成委員會 再看回 衛生 環境衛生 還有它的建築上 有沒有什麼違規的情況 就是建設上 以至硬件上 有沒有問題 那在發牌的過程 申請者是需要給它 它的硬件的配置 還有它一個營運的辦法 即是我們所謂的軟件 這個營運辦法 其實很重要 是用來 作為我們初步的時候 的評估 它將來是會怎樣營運的 所以在這個營運辦法裡頭 是會很清楚說明 它的產品 即是它售賣的產品 來源 它怎樣維護 它怎樣處理 它售賣的過程 是會用什麼冬季 或者會用什麼切割 或者包裝 這些全部我們都要知道 還有一件事 就是說 因為我們有關注環境衛生 它亦都產生的廢料 亦都要交代回我們 是會怎樣處理的 因為不可以當作家居垃圾 因為是一個商業垃圾 所以一個狀況 在環境衛生 我們都會關注 在場所內 場所內 它整個配置 看看它會不會有什麼違規的建築 對於市民 或者進入一個大型的地方 會不會有什麼構成市民的危險 或者它原來是不容許 不容許它做某些公種的裏頭 這些我們全部都要看回 直到它所有這些要件都合適了 發牌委員會才會做一個可行意見 提供給我們民政總署管理委員會 決定發牌 決定發牌 在發牌之後 其實在監管上有定期 與不定期的監管 就是巡查 巡查當中的要件 就是它那個營運辦法 我們會看它會不會落實得到它的營運辦法 如果它落實不到 我們一定會監管它 督促它 在巡查時 我們有需要時會抽氧 抽氧的時候就會看回一些衛生指數 如果一個衛生指數 如果是肉類的 看它的細菌重數 或者它的維護狀況 如果不理想 其實我們會通知那個營運者 例如細菌重數 如果是不理想的 其實就代表它 擺放得相當長時間 是的 擺放不足 或者它的溫度不足 是的 這個狀況 我們也是這樣監管 明白 其實也想請教一下 其實現在居民有幾樣擔心 包括肉的質量 或者周邊環境的衛生件 譬如現在這七檔的肉檔 八檔的魚檔 其實收的投訴 會不會很多 還是其實都不是太多 跟街市差不多呢 整體上 如果你說投訴 我肯統計上 我一會講不到給你聽 但是感覺上 我日常所處理 投訴是不多的 不多的 那唯獨是 如果是魚檔 一般來說 就涉及了 因為它的污染性高 對周邊有水 環境衛生 其實看回環境衛生 其實它濃烏街 其實我們除了 我們發牌的同事會 下去 其實我們也有 公共的地方 總規章那裡 其實如果真的 擾民太多 或者令到環境衛生太差 其實我們是有條件 亦有辦法 可以處理這些情況 明白 其實除了一些 居民的擔心 和質量上 剛才也提到一些規管 其實會不會 都有去瞭解一下 因為其實近年 對街市 都有不同的意見 有些就說 其實街市始終新鮮些 但確實好像年年一代 街市買菜的數量 或者至少大家感覺 超市買菜的數量多了 其實在街市上面的經營上面 就是部長有沒有什麼辦法 去令到它經營得更加好 甚至大家知道 可能營地街市 現在那個 其實空置檔位都比較高 其實近年街市 剛才都說到 其實都有很多優惠措施 如果相對而言 但其實街市 都會有些空檔出現 其實情況是怎樣 我們怎樣去改革 或者去推動街市 變得更加好些 因為其他地方 有些經驗 你超市做完的時候 可能價格上居民 不能選擇的 將來民主在街市上面 怎樣推動它 繼續有競爭力去發展 多謝主持你的問題 第一件事 就是你說聲 營地街市 其實營地街市 我們已經做了一個 重整工作 如果現在我們去現場看到 就是三樓二樓 去到一樓 其實已經開揚了很多 因為以往 在設計的時候 我們收集到很多市民的意見 由左邊看不通右邊 看不到有多少檔 因為它有個中庭 中間的位置 其實澳門市民有個習慣 就是喜歡多些 可以選擇 這個視線的阻礙 其實我們收到 所以在後來的工程裡面 我們將它推到一些牆壁 然後用一些透明的玻璃 間隔了它 令到市民一眼可以 看那麼多檔 他們可以有很多選擇去選擇 至於說其他街市 譬如說 有些攤販多年都這樣說 通風問題 我打個例子 譬如下環街市 有些攤販就說 通風好像要去改善 我們現在已經進行 在地面和一樓方面 去做一個類似空調的形式 去令到市民或者經營者 會覺得在舒適的環境下 經營和售賣的 另一方面 譬如如譚仔街市 最近其實部長也有很多議論 在民政總署方面 其實我們已經落實了 會增加大約九至十個攤位 初步來說 現在整個譚仔街市 大約有四十個攤位 增加差不多已經是四分一 我們都希望增加多些數量 去讓人選擇 當然另外 其實我們還有其他工作 譬如說有些人會說 雀仔街市好像比較多空置攤位 不過這裏也可以跟大家透露 就是民政總署有意計劃 改善雀仔街市的通風 由於那個街市其實是1939年 沒有足夠的配電設施 其實我們現在做的就是 需要兇一些檔口攤位 符合消防和公共安全的要求 就會用來做一個新的配電設施 在那裏 接著我們做了之後 就會改善到整個街市整體的 通風的問題 即是加一些電錶設施在裏面 是的 但是法例上有很多要求 譬如說高度、闊度、深度都有 而且萬一發生意外的時候 消防車是應該可以直接到達的 我們很相信就是說 改善了這個設施之後 即將設施優化了之後 預下的攤位其實我們會再整個之後 就會再推出來 可以吸引到市民去那裏經營 其實現在那個鏡頭情況 和空置情況 是不是很多人用的鏡頭 空置情況又是怎樣呢 整體街市的情況 或者我在這裏要說清楚一件事 現在我們的街市攤位 並不是用鏡頭形式去租出的 我們是一年四季是有個公開抽籤的 接下來第三季公開抽籤 就會在7月1號接受申請 如果想要詳情的 就可以上我們的民政總存網頁 或者街市的逼步版 其實你都會看到的 這個抽籤是不需要任何費用的 即是參與 只不過是中了簽之後 即是移經營者需要給個時間 按金就在這裏做 基本上其實中了簽的那位經營者 其實他就賣貨在那個檔位賣 如果他需要電錶水錶 他可以透過申請 譬如電動公司或自來水公司 會有這件事 變成其實我們覺得 這是一個利民措施 是可以幫助很多市民 可以自力更生 其實現在有沒有說 甚麼檔位比較多 可以去抽籤或者怎樣 現在的情況大概是怎樣 其實來說 你說真的剩下很多攤位 我就看不到很多攤位剩下 是不是很多人參與抽籤呢 很多人 我們來說 基本上 沒試過說沒有人參加 是一定有人參加的 至於說攤位能不能夠 他們持續經營 就好看那個 事實上我們說回來 其實澳門很多選擇在行業上 我自己也見過有些人 做得都不是很差 但可能他找到另一個更加的行業 退回個位給我們 但我們也會很快 在下一期 就拿出來做這個公開抽籤 所以其實流動性都有 不過又選擇多 暫時我們說到這裡 歡迎回到澳門開港的現場 我們今天就和大家探討一下 民主準備進一步放寬 街市周邊售賣鮮物食品的限制 的相關議題 現在在微信裡面 有陳銘元先生 就是我們公用事業 關注協會的副理事長 陳先生你好 你好 主持人你好 兩位嘉賓好 陳先生 如何看開放鮮物食品的問題 我想公眾比較關心的一件事 就是 當然是衛生監督的問題 因為你增加了這麼多街市以外的零售點的時候 那你就要相應去增加一隊人去做一個衛生的監督 看看他們合不合乎那個售賣的條件 我想這方面會增加很多人手的 這個是一個監管上的問題 第二當然 坊間來說 我想都會關心一下街市的那些攤販 就是在開放之後 他們怎樣生活呢 因為你可以預計到 在這個商業的社會裡面 那些大的超級市場呢 都會去做這個鮮活的售賣的 那當然這些大型超級市場 它有很多優勢的 包括貨源 包括那個價格的控制 包括他們本身來說 那些超市的環境 服務 這些都是一種 會是出現一種市場的 campaign 的情況 令到那些攤販 就比較會吃力一點 但是你看看其他地方 這些小的商販 其實都應該是要自己去尋求一下 怎樣去轉型和增值 這件事情 就很多地方的經驗告訴我們 是可以做一些超市不做的 比如一些手工類的食品 傳統的東西 比較有地道風味的東西 這些都可以吸引另外一幫的顧客 走進去街市這裡 我相信街市不會消失的 只不過那個轉型 會是比較劇烈一些 比如街市本身都要考慮一下 本身經營的販賣環境 是不是應該要有一部分的改良呢 比如是冷氣 比如是濕滑的地面 比如是擺東西的方法 這些都是 當然包括攤檔的設計 都是應該要有適當的改良才行 我想在幾方面一起做 在總體方面我們贊成 陳先生有兩個問題想請教一下 陳先生 因為第一個你提到監管的問題 其實現在都有一定的 比如七八檔的魚檔肉檔各自 其實都已經發了牌 其實你預計取消了一個街市的半徑之後 你覺得會不會多了很多 經營者會進入這個市場呢 另外一個其實 居民最關心的是價格的問題 其實你覺得 進一步開放 會不會便宜一些呢 居民買到的東西 這個不是在零售層面的 因為你要涉及到一個批發的層面 如果你批發不開放 無論你有多少個點 價錢都不會有什麼特別明顯的下降 一定要來源多了 然後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賣 總體來說 我贊成這個方向是增加零售點的 因為這個是給消費者多一些選擇 就是可以比較的價錢 但是就未必可能 因為可能你覺得批發層面上 未必能夠開放的時候 可能價格上不會有太大的差異 對呀對呀 這個一定是這樣 如果你批發仍然是按照老的模式去做的 你不可能說那個價格忽然會大降的 因為這個始終零售是很小的 零售你分散 尤其是澳門 並不是說什麼大市場 或者什麼人口很多的地方 陳生涵其實現在蔬菜 在2001年都是開放了這個半徑 是不是你都覺得是同樣的原因 所以坊間感覺蔬菜價錢其實都沒有降下來呢 是啊沒錯 你感覺不到的 原來是可能 就是在批發方面有些放鬆 但是因為去到零售 那你變了來說 你仍然都是集中在街市那裡 那你變了來說 那個售賣點都是少 所以呢 就始終那個 感受不到 市民一般來說 都感受不到 那個有什麼明顯的下降 除非是季節性 因為蔡是有季節性的 那一陣子很多 那你才會 謝謝陳生的電話 因為我們還有觀眾林先生 林先生你好 你好 林先生你好 請你怎麼看這件事呢 引用剛才觀眾 陳生的意見就很清楚 那個價格居高不下 是一種因素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因素 就是這個不合理的批發制度 因為你那個食物來源 只有兩家公司可以負責去統籌 樹油 批發 他的話語權呢 是掠奪性的 嗯 就是他要多少錢 你就要多少錢 是 那你如果很簡單 我們用回輪浮 輪浮一切的成本 基本上比我們高 嗯 但是他無論鮮活 蔬菜魚 所有的零售價都給我們低 這個很明顯發生了一個很大的 價格比的落差 就是說 因為他們的批發價比我們便宜 即使他們有街市租金貴 人工貴 喂 請講 即使街市租金貴 人工貴 運輸價 那個成本都給我們貴 但是他可以賣得給我們便宜 嗯 如果你留意一下 無線電視 吃便宜 3D 肥貓 真的他不是吹水 他真的這麼便宜 嗯 類似的情況 因為我在80年代 我在香港做過物流的工作 是 我們其中一個負責呢 都是去那個 蔬菜統領署那裡 是大量購入的 嗯 他們香港英國政府 英治時代已經規定了某個產品 的產品 比如大陸啊 或者泰國啊 或者台灣啊 或者澳洲啊 美國 是不可以佔過一個 叫控制性的份量的 嗯 就是大家要有 充分競爭 那就造成了 這個呢 就是 當然回歸之後就取消了 嗯 但是也造成了 本身充分競爭 使得那些蔬菜 那些批發 那些 長沙環 蔬菜統領主 本身一個 充足的渠道 互相競爭 但是林先生 香港呢其實在 鮮肉鮮魚 可能都是類似澳門的機制 其實你會感覺香港的格格 是不是又差不多呢 錯 錯得很厲害 嗯 香港的餘類統營處 它有餘類統營處 嗯 澳門是沒有的 嗯 澳門簡單來說 是給兩三個 不要說家屬或者人 是拐頭壟斷的 嗯 嗯 但是鮮肉那方面呢 鮮肉呢 因為它有兵鮮肉 嗯 澳門都有兵鮮肉的 澳門的兵鮮肉一進來 就被人打死了 嗯 下環街呢 我們大約 11、12年前左右 嗯 剛剛回歸沒多久呢 下環街有一個很大的浴蕩 嗯 它是自己做冰鮮肉的 嗯 然後被人軟厚 不是軟厚 硬厚 嗯 結果他就自己舉牌 給了一個牌給民主 那時候還叫民主 已經是民主 給了一個牌給他 林先生想問你兩個問題 其實你覺得 你知不支持今次這個開放呢 另外你覺得有什麼辦法 能夠更好 令到我們鮮肉食品 有更好的質量 更好的競爭呢 簡單來說呢 就是 這個方向是正確的 方向正確 嗯 批發制度 嗯 就是給市場充分競爭 就是很簡單 現在有些超市場 他自己 和那個 拿貨 兩男公司 拿貨 他不經過那個批發 嗯 但他已經可以賣得便宜 就是普通街市 明白 OK 多謝林先生的電話 因為還有譚先生的電話 譚先生你好 是譚先生 喂譚先生你好 我姓陳的 哦 陳先生 不要緊啊 陳先生請說 你好 我呢 我是一個長者 六十多歲 我沒有掌聲 沒有其他人讀那麼多書 拋下書 我又有一個長者的感覺 你的感覺怎麼看 我經常聽到 那些人說油價掛頭壟斷 嗯 但我去某一個同一個街市 我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豬肉 菜心 菜疏 都是同一個價錢的呢 嗯 還有還有一件事 他們說來貨貴 但是你那個成本貴 你街市是不用付租的 兩位官員是不是街市不用付租的 嗯 哦 等一下給官員答 你繼續 我繼續說 是 那為什麼 會統一價錢的 同一個街市 還有一件事 我是一個補充的長者 嗯 我昨天和前天 我在某一個街市 就買一間 看標價買一間通菜 嗯 它是十二元 是 那今天呢 十二元就十六兩 我今天呢 我就去拱北 在班前那個街市 嚇了我一跳 那裡賣兩個半銀錢 十三兩三 嗯 嘩 為什麼這麼重要的 我就因為呢 我就遵守民主的勸告 警告也好 嚇我也好 我怕 嗯 那個街市 賣的那些豬肉 就十一元一斤 大陸 是嗎 十三兩三 當然啦 十一元你不可以去澳門嗎 賺死人的頭 當然 十一元 那些街市 幾年已經是三十幾元的了 我都戒了豬肉很久了 我信了回教了 不敢去澳門買豬肉了 因為我靠那些儲蓄來過活 但是我有一個問題 就我想問那兩位官員 是 來澳門就是有檢驗啊 檢驗檢驗 那珠海拱北那些市場那些 他們沒有檢驗的嗎 嗯 為什麼你告訴我們 一進來我們那些長者要死 要罰到我們是混蛋了 你是不是在嚇我們啊 令到我們長者要捱龜 幫街市捱龜豬肉啊 嗯 還有啊 他那個那個 像你片頭拍出來的那個呢 有一個說 政府說叫他們上街市 當年蒲治時期不是啊 是因為十月初五街 和工廠行 裡面在街那裡賣鮮肉 所以叫他們上街市的 嗯 還有一個那個女的當主呢 她說 這個深深是說我們市民是對的 你們要怎樣捱龜我們 我們都是馬上去捱龜的 因為我們沒有選擇 但陳先生 介不介意我問你兩個問題啊 陳先生 好 因為我想請教一下 那你贊不贊成今次進一步開放在周邊的一些限制呢 還有你覺得會不會 價格上會有低度呢 因為你最關心價格 如果開放會不會低度呢 啊 林先生 嗯 如果你問我深一句呢 嗯 我就希望特區政府 文政總署 你讓我出去港北買菜 最簡單是不是 最簡單就是這個 你不要嚇我 你不要說要罰幾千元 這樣嚇我可以的 OK 多謝陳先生的電話 為什麼 陳先生說了呢 其實他最關注呢 可能都是價格 尤其是兩地的差距 那麼陳先生 確實就拿到一些具體的數據了 他說那個通菜啊 或者豬肉呢 價格差距呢 都是以倍計的 其實陳先生剛才也有提問 是不是內地的豬肉沒有檢疫呢 為什麼價格會差那麼多呢 就是可以交給兩位 還有啊 林先生都有問過的 會不會真的全面開放一個相關的一個批發 師母食品的批發 或者我由第一位陳先生一次回答起 關於衛生方面的監管等等 或者水火方面 我稍後交給包署長去補充 我說回陳先生的問題 他說譬如在街市方面的攤位 如果開放了之後 其實是應該有些改善或者轉型 這一點其實我們是一定會做的 因為其實我們在街市提升的硬件設施方面 其實攤販和市民呢 一直一直都有給我們很多意見 我打個例子 譬如在我們新的水上街市 現在建築之中 我們是有很多的升降機 我們會有停車場 我們會有這個文魚康體設施 那正正以往這些街市 其實可能因為這個面積很有限 所以呢 他們能夠租的攤位 可能只有四平方位 而一個四平方米的攤位 事實上呢 是只能夠展示有限的 種類的貨品而已 那即是變成市民選擇有少 攤販能夠做多些生意的機會 也會少了 那其實在新設計的街市裡面呢 我們是會 即是大大地完善到這一點 即是說給一個當販 對 打點五億 也都是他們可以展示多些 蔬菜的品種 是在這一方面 那至於說 講價格問題 兩地價格差距 其實也涉及到很多 關於工資 成本等等這些 這樣的因素 那 也都可以在這裡講一講 就是說 其實任何符合衛生條件的物品 它是可以從正常途徑合法 來進口澳門的 就不是說有些什麼 專營等等的問題 那至於說 政府在源頭方面 譬如說 我打個例子 早一陣子其實 新聞上也有講過 就是說 有些湖南菜是 便宜價來澳門 那我相信呢 就是說 一個品種進來 其實它的客路 便宜又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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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另一條問題就是 說 好像同一個街市 的同一個貨品 它價格 一樣價格 這個是很多市民都關心的 是 那麼在 民政總署本身的網頁 你可以通過手機 上網 去街市都見到 就是說 我可以很肯定回答你 就是 各個街市的同一個貨品 我講的菜心 已經是不同的價格 那你會 或者我再補充一點 譬如說 有些人會跟我說 紅街市的菜心 是最貴的 那你上網 查核手機 那個資料 事實上都是 但是你一進去紅街市 看看 它的蔬菜 是整理過的 才賣 事實上 現在有一些職業父女 就是我有 實地看過這個問題 他們是很想買了 那些菜 回去 不用自己再處理 立即拿去桌 就可以給自己家人吃 那這個價錢 就是給這些 一些加工費 付加費 是的 那你說會不會有便宜的蔬菜 是有的 其實我打個例子 譬如11元的菜心 如果是在紅街市的話 有街市是賣8元的 那就是說 我們政府 是很明白到消費者 是處於這個弱勢 我們能夠做的 就是將這個資訊 大大提高透明度 令到他們可以做一個 聲明的消費者 明白 但是也想問清楚 其實檢疫檢驗的問題 因為居民最關心 經常都會有一個 居民提出質疑 為什麼澳門的菜市 會貴這麼多 是否檢疫 是否真的特別安全 究竟是怎樣 這方面 爆署長 不好意思 我解釋其實制度是甚麼情況 其實是我們對外貿易法 其實就是說 是監管所有對外貿易 就是有產品進來澳門 就要跟隨這個對外貿易法 根據那個對外貿易法 那個檢疫檢疫的權限 是落作給民政眾署的 而師傅食品 是需要檢疫檢疫的 是特定了 所以在入口時 是需要做申報 亦都做這個檢疫檢疫的工作 才可以正式進入澳門 再供應給澳門市民使用 所以那個狀況就是 這個是一個法例上 是特定了我們 在進口澳門的產品 是需要做這些程序的 所以你說自己 攜帶一些產品進來的時候 可不可以或者有沒有違法 如果涉及了法例那裏 我們執法人員 就一定是需要跟隨法例 尤其是在關口那裏 除了我們是做檢疫檢疫 其實在海關 海關其實是做把關的 我們其實跟海關是長期都合作 在這些情況下做那個控制 但市長居民最關心就是 究竟我們的檢疫制度 能否能夠令到我們的蔬菜更安全 或者相比鄰近地區 現在大家都差不多都是這樣 因為大陸大家看來都是便宜多 不如這樣解釋 其實我們現在所謂內地進口的蔬菜 其實大部分都是內地進口公共澳門市場 其實它所用的監管辦法 就是內地配合澳門政府 大家一起談談談 港澳的蔬菜要求 是的 其實澳門的要求和內地的要求 和香港的要求是一樣的 其實是同一個制度下的 蔬菜的監管辦法 是供港澳的監管辦法 所以其實是沒有分別的 所以都是一些從源頭管理 可能的規定有不同 待會還有包括開放批發市場的問題 我們先看看廣告 回來再和大家澳門開港 歡迎回到澳門開港的現場 今天就和大家探討一下 進一步開放一些先沒銷售限制的話題 剛才有觀眾朋友林先生都問到 關於是否真的應該要進一步 開放一個批發市場 先付食品的批發環節 去令價格下降 爆處長是否可以有些事情回應 或者我解釋一下 其實澳門政府的關係 關口或者進口那裡 其實是沒有特別規管 哪些才可以 哪些不可以 即是哪些營運商才可以 最重要是可以滿足得到 我們的整個條例的狀況 在這個批發的狀況 雖然我們只有一個批發市場 其實我們在這個批發市場裡頭 也都有數十 每一個品種的產品 其實都有數十個批發商 即是代表有不同的營運商 不同的供應商 當然鋪位有限 所以我們也有在現時 有想這個單次進場 用來可以看給一些 或者有現在即時進場的 可否有條件可以加入這個行列 亦都有規劃一個新的批發市場 亦都加大了進場的人士 所以我感覺上就是 在這裏我們其實政府 是有這個決心 是希望可以給更多的營運者 進入這個批發市場的競爭 另外關於是否 巡查資源的問題 剛才陳委員先生提到 是的 陳先生所說的資源問題 在巡查裡 有擔心會否多了這麼多店舖 或者是否真的 即是資源上或者巡查上不足 其實我們已經有一個系統 是巡查的系統 亦都是一個發牌程序 那現時我們其實發牌的系統 有225個牌照我們是發作的 是蔡玉宇 即是籠統來說 那所以是將來再有牌照 再申請我們要求我們發牌 其實因為需要一個發牌的程序 其實我們已經是預先已經知道 是需要提供多少資源下去 所以我相信市民有這個擔心 是可以幫我們做一些預案 而且我們在發牌程序 可以適時地有一個緩衝時間 讓我們可以增加資源 明白 那我們的電話裡面還有黃先生的電話 黃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黃先生 怎樣看這個進一步放寬街市 周邊賣鮮活的食品的限制 其實阿韜哥 那樣東西應該就要做了 嗯 你看看多些人進入市場 競爭力也會大一點 嗯 那現在最重要是批發的 不是 還有你那個新資 或者新牛入口 都只有土特產那裡做 兩籃公司 對 兩籃公司 那你 在那個入口那裡 可不可以怎麼開放 應該不想辦法 但是黃先生你支持開放 但是你自己是不是感覺 都是擔心 剛才你提到批發市場不開放 其實價格不會有很大的變化呢 如果它真的全面開放 應該價格會跌很多 就是你覺得那個批發開放 是不是這個意思 那個批發當然影響會很大 但是譬如現在這個制度 在周邊街市 你覺得會怎樣 我們現在 就是我們 小市民覺得 現在的街市 我們買菜叫做水上街市 或者客人街市比較便宜 叫做 是 其他街市也較為貴一點 油漢 紅街市也較貴一點 嗯 那些我不知什麼原因 造成是這樣的 嗯 還有一個我想說 不過 主要是打破那個壟斷 如果你可以打破那個入口的壟斷 嗯 我相信澳門的市民受惠很多 明白 還有開放的市場 還有一個東西 就是街市那裡 嗯 那現在那個是免費的嘛 就是攀檔的租金 水電也免費的嘛 嗯 這個是不對的 我覺得應該是 為什麼呢 你作為一個做生意 你不可能要用公帑的補貼做生意 嗯 雖然是微企而已 叫做微企 那你沒有理由用公帑的補貼 人家賺錢 明白 應該要 那樣東西應該要收回 政府應該是 應該是公帑 那你不可能要用公帑的 不公平競爭 好嗎 你第一次開放那個市場 嗯 我店頭都可以賣肉 賣菜了 明白 那你街市裡面就免費 免租的 嗯 我外面又要交租的 嗯 那你是不是有一個不公平競爭在那裡 嗯 我覺得應該要那樣東西 我覺得要主銷它 OK 你不要浪費納稅人的錢 那些 謝謝黃先生的電話 黃先生也提到 其實兩個觀眾都問到 其實具體現在街市的單檔 他要的費用 究竟要負責些什麼都可不可以介紹清楚 還有其實將來會不會 其實究竟怎樣去平衡外面的競爭 和街市之間的競爭 兩者真的能夠有效競爭 不會一邊多 一邊少的時候 可能真的令到壟斷又會重新出現 多謝主持人你的問題 那麼就現時來說 街市是不需要給租 是 亦都是特區政府是為了扶持 和支援一些基層的經營者的 那另一方面就是說 剛才我已經再介紹了 就說譬如他們 公用的電 水 清潔 保安 維修 甚至你說 將豬油逃房 運去街市的運輸費用 全部都是政府支付的 那攤販要負責的就是 他買貨的費用 還有他自己的 可能獨立電錶的水平 是的 那這個就是他們要負貨的費用 是的 所以其實也都提醒 其實整體來說 你們在預測 今次如果開放的話 真的會有多少 會不會多了很多個檔口 會不會經營 譬如剛才說 二百多個是菜魚肉 但現在本來肉和魚肉 只有十多個而已 會不會有這個預計 究竟可以開了多少個報酬 暫時我們在這方面 就沒有這個資料在 但是如果要在街市外 做一個商鋪 他要租金 或者是有個裝修等等 其實是有個成本的 當然剛才黃先生說 那個關於 應不應該去免租這件事 其實我們也很感謝意見 我們回去也會思考一下 嗯 確實是 另外那個批發市場 因為昨天的開放 大家都會提到 是否除了剛才的一些措施 之外 將來會不會有這麼多的辦法呢 其實我們剛才所說的措施 因為批發市場的原意 就是要集中所有大批次的產品 要進去批發市場做的 那就是 亦都考慮到環境影響 對 所以如果在街上 可以開放給他們 不需要批發市場 這個 我想我萬事不得 明白 謝謝兩位 明天會和大家探討一下 十六幅限制土地的問題 明天再和大家 那麼好好 然後再和大家再和大家幾下